相冊看一下 相冊看一下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你看到你在拍 没有 相冊 你搞一搞 今天 是你干嘛 那你看一下微信 现在是不是发给你自己了 我谁都没发 那为什么刚刚你也对着我拍 我没拍 然后现在也对着我拍 现在给我看到了 我知道 但是我没拍你 没拍着 我刚刚录了视频 我看到有我的照片了 你觉得这样正确吗 对不起 你要做 你也是有老婆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拍一下 我好看 而且刚刚我也看到 你有拍别的小姐姐 没有 你看 我拍的 我拍的是视频 我知道 我拍的视频 就是什么 但是你也拍了别人 这是火车杖 这不是有个女生吗 我知道 拍的火车杖吗 你看见没有 我拍的火车杖 你确定没有 没有 我要拍你就 我说拍你就 你最好老实一点 我告诉你 我又发 所以说 再下次 人家抓你 可不是这样子 各位好 这里是内心不得平静的老客 我真是没想到 前有川大张威 后面居然就有这位 长沙火车站一个女的 强行检查退伍军人的手机相册 误陷他偷拍 误陷退伍军人偷拍 然后还把这检查过程拍摄上传上网 男子的部分私人信息因此被泄露 退伍军人啊 老实一点我告诉你 我刚刚过来的时候 你看到你在拍 没有 上册看一下 上册 下温信 你现在是不是发给东西 全都没发 那为什么刚刚你也对着我拍 我没拍 然后现在你对着我拍 现在有看到了 我知道但是我没拍你 没拍着 你也是有老婆的人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 有拍别的小姐姐 没有 你看 我拍的视频 我知道 我拍的视频是什么 但是你也拍了别人 这是混蛋 这不是有个女生吗 我说 拍的混蛋吗 你看到没有 拍的混蛋 你确定没有 没有 好老实一点 我告诉你 真是无解 我就觉得说这种事情 2024年了 穿大张威这种事情之后 又有人在模仿 这位如此猖狂 而且连道歉都没有 连道歉都没有 表示存在恶意剪辑 还表示存在恶意剪辑 你看看这位他说的这话 回应这个事情 有人恶意剪辑 反正自己没有错 然后呢 说哎呦 我一个人旅行 我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没有污蔑他 他真拍我了 就一口咬死 就突出一个嘴硬 他一定拍我了 虽然我没看到 但他 但这退伍军人一定拍我了 一定偷拍我了 并且他删除了 然后呢 还说自己要找什么证据 检查手机的事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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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还说自己 还说自己是站在法律 在人权的角度 还说自己当时很愤怒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误会了 不道歉 没有证据 强行诬陷别人 不限退伍军人 我们不经 我就在这里 我就再想一句 我就想问一句 咱们国家对退伍军人的保护 就是这样的吗 他一句理性吃瓜 嘴下留情 那就真的一点事都没有了 他如果说 他如果说这种事情 你说张维没有那什么 张维没有被拘留 只是个留党查看 这位他 我不知道他处于什么目的 咱就说他想火 因为他在抖音上 他是一个美食带货博主 饭店博主 把自己抖音上的视频 都删了 几十好几个视频都删了 然后呢 他自己的视频里就有很多 拍摄到别人的内容 那是不是偷拍 他要不要做出解释 一个张维不处理 千万个张维冒出来 又欺负老师 说白了 这号人啊 他就欺负老师人 他在这里 说了半天 他不就是欺负老师人吗 你看看 他自己的视频 你看看 这位叫什么 小杨今天吃点啥 自己的视频里头 就有别人 还拍到男的 在那里 天天艳男艳男啊 不要男的 结果他自己偷拍男的 哎 我建议四川大学录取这位 真的 我建议四川大学录取这位 好牛逼啊 多大的本事啊 是吧 我们的退役军人 遭到如此非礼的对待 就他的权益 他的权益得到保障 最后还留下句话啊 你以后小心点 你看这是他的 这是这个所谓的 什么小杨今天吃点啥 他的这个 抖音 一大堆视频 给不少 给不少饭店 给不少那个 餐馆带过货 还有酒店 吃喝玩乐 玩得多好 然后呢 丢下一句话 他肯定偷拍了 他肯定删除了 我要去找证据 难道说老师的人 就不会做坏事吗 他咄咄逼人 是因为他生气 就这号人 还要大家理性吃瓜 于是乎得到的结果就是 他 行 他偷拍了 然后呢 给我删了 视频是删了之后才开始录的 反正是没有证据 强行 乌县 乌县退伍军人 然后这么个探店网红 现在就是网民当然很生气 网民当然很生气 去给他带货的那些店去打差评 为什么 我该 找个偷拍女打广告是吧 避雷 我要是我 我也避雷 现在这女的啊 现在这女的啊 说啊 大家理性看待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是他偷拍我了 不要网爆我啊 我的出发点是好的 你们你们看看他自己 检查手机的事情 检查退伍军人的手机 任大叔连个证据 连手机都不太会用 然后他强行在这里啊 还说自己啊 还说自己 如果不这样做 只会滋生更多的恶 好 这么牛 这么厉害 然后呢 还把自己的视频都删了 把视频删了以后 在这里 装可怜 装自己是什么好人 真是牛 非常的牛 但是没有想到说网民 网民已经把很多东西录了下来 网民已经把很多东西录了下来 你说你还要强行的说我诬陷我正确 我没有证据我正确是吧啊 做探电博主就是这样的 我首先第一建议四川大学录 第二 您这个证据倒是多 我全录下来了 我能录多少录多少 您不要想着说啊 我 就这样我就可以避免了 那您去偷拍 什么 最后丢下句话 那能一样吗 是吧 那就完事了 您去偷拍别人算什么呢 我待会我把那些视频也结合到一起看一下 看看这位的嘴里 看看这位的嘴里 你看看他到底如何形容 你看看他到底如何形容咱们的退伍军人 我同时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的退伍军人 被诬陷偷拍 到底有没有人来管 到底有没有人来管 我们的退伍军人如何维权 到底是他们在保护国家还是说怎么样 我不明白 中国军人可以随意被侮辱是吧 如果这号人得不到处理 如果这号人得不到处理 各位仔细想一下会是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扯那么多其他的 我就说 这位如果得不到处理 他最后会得到什么样的 这个国家会变成什么样的 我不明白对于这种事情 一味的妥协忍让 包括这个张薇 包括他 还解释上了 是不是明天 是不是都不用明天 是不是今天晚上他就要带货呀 道个歉就 他连歉都没到 他反正不觉得自己做的是错的 我知道有些人 我知道有些人肯定不信 你看看他 看看他自己 好好好 期待继续表演 期待继续表演 反正我觉得湖南长沙警方检察院 法院是不会管他的 我希望有人来打我的脸 谢谢 如你所见 这是我在他 这家伙现在怂了 把视频给删了 删的就剩下他那个所谓的声明 你看一下这个人 他多么的嚣张 看一下大家在底下的留言 说到底 真相几何 是不是他说的 我要去找证据 是不是他说的 虽然我没有证据 但是对面的退伍军人 就是拍了 看看这位这个的表现 你可以看一下他 如此的嚣张 根本不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想让他道歉 根本不存在 你就想吧 请不吝点赞 然后 这是他平时他的那些账号 刚才保存下来的一些表现 你看看发了很多视频 这位的带货想必一定是挣了不少钱的 我只能说 对于这种啊 你就可以看他 他自己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 是一说 另外他把视频全删了 咱们说事实胜于雄变 他根本没有任何事实 他去诬陷 他去诬陷好人 他去诬陷退伍军人 我在想这个事情 我不知道发生在其他地方怎么样 反正我看了张薇的表现 再加上这个事情 我对于是否最后能够很好的处理这个事 我表示深表怀疑 只能说这位平时娇横惯了 哎呦 当了网红 当了探店主播啊 多牛逼啊 这个瞧不起 那个瞧不起 就觉得人家是来偷拍你的 我希望在法律层面 在道德层面 对于这个人做出严惩 我希望 不严惩 真是不足以平民分 不严惩 不足以正视听 如果这种人接着为非坐逮下去 好 今天诬陷个退伍军人 一点事没有 把视频一删 一隐藏都不是删一隐藏 发个所谓的声明 我没错 我没错完事以后 马上直播带货又赚一笔 退伍军人的权利谁来保障 谁还能够给你保卫国家 就保卫这种人吗 好 你现在把视频全删掉了 我掌握的东西不多 我会把它们发到我所有所知的网站去 我要保存下来这些东西 某些人的嘴脸 不能随着时间就被淡忘 这种人如果不够处理 不处理坚决 危害性极大 我就这么说 危害性极大 你不是想红想火吗 好 你现在红了火了 我再给你添把火 怎么样 我再来 我再来